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在5月7日的影片報導新聞 講述了尖沙咀的名人店 即是一個標行 遭到疑似打劫 當時剛出片 現在就跟大家跟進那宗新聞 原來中了後續 這宗新聞很奇怪 首先有五個匪徒 據稱被捕後是藍鴉裔 見慣不怪 通常都是打手 基本上都是藍鴉人 藍鴉人進入這間標行 他們手持一些大鐵櫥 大鐵櫥 他們是櫃櫃櫃的玻璃 但是進去未幾 應該不夠20秒 馬上有一群警察進來 我們不說太多 看一看片 Let's go 首先留意左邊有一個 廚窗黑色衣服的職員 他跟門口有客人在聊天 既然是右邊白色衣服的車 有些人下車 西裝有馬上急腳離開 這個職員很害怕 你們發生什麼事 大家留意 這裡有個女人走到白色車 接著職員 嘩 來了來了 大家 你有你做我有我們做 不要搞大家 開 刀劍無眼 好 這樣就很快 好 好 咬名錶 但這個時候 嘩 馬上放下刀 你看 好 乖乖 好 這個女便衣 連槍都還沒有拔 他進來 這麼多女便衣 即是現在男女平等 你看到 我不知道怎樣 還有避彈衣 很明顯 他們應該是接獲到線部 即是 刀人沒有槍 但我想說 線部如果有錯 那怎麼辦 如果刀人有槍那怎麼辦 不知道了 好 大家看完這段影片 第一種感覺 應該是 嘩 有沒有搞錯 演戲 這麼假的 原來是這樣的 根據這個報道 原來警方 一早已經接獲了線部 早早已經埋伏了在附近 所以你才會看到 為何那些匪徒衝進去不夠 一分鐘 即幾十秒 已經馬上有一群 你留意是便衣 應該是重案組 即是CID 那些 馬上拿著一些曲尺 即是手槍 我不知怎樣稱呼 總之不是 你平時不是見到 走必的那些 都叫左輪 總之是 整群警察已經拿著槍 那些刀人 一看到 喂大哥 我們拿這些冷兵器 你玩熱兵器 當然是馬上扔下武器 投降 那你見到 那群警察 基本上都沒有反抗 見到槍之後 就已經知道 黃了 即是洋了 逃走無望 因為入口被警察封住了 所以馬上作出一個名字 選擇是氣械投降 打了求財 不是求氣 那就算吧 投降 這件事就是 很明顯有人督灰 因為如果不是警察 怎麼會接獲到線部呢 總算是被警察威風 當然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做騷子 真的假的 可能是 之前香港有太多打劫新聞 有損警隊形象 所以就做一場戲 首先我不評論這些 這些 今時今日不知道有沒有犯國安法 但是既然警察說是收到線部 也有這個可能 因為他們一定要在現場捉賊拿裝 但是 我自己覺得這個部署有點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刷人進去的時候 難保會不會傷到裡面的職員 既然警方一早接獲到線部 其實他們有沒有通知這間標行呢 正常就不會 可能就算你跟標行節 你的職員都不會知道 說真的 因為如果有人跟你說 今天我們不是有神秘顧客 今天我們有賊佬打劫 但大家假裝沒事發生 照平時這樣做事就可以了 我們一定要 不可以被人 即是不可以被人 我們可以被人 我們可以被人 會不會呢 你都不上班 那天 第一 你不知道到底那些 那些賊人手上有沒有槍 即是就算有線部 也不會太準 即是刀灰也不會太準 萬一有槍 甚至你看到帶頭 其實有開刀 即是開刀 萬一被他片死或是片傷 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警方這個部署 到底當天這間名人店 到底裡面有沒有他們的臥底在 即是保護這班職員 如果不是 其實基本上是放利 即是拿職員做有利 即是然後警察先在後面 加上其實你不確保到 警察湧進去的時候 即是逮捕過程 那些賊人會不會群起反抗 甚至脅持人子 即是很多這些變數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署 我不是太贊成 因為好玩那些職員 教票 說真的 我不知道其實警方 有沒有事先通知 這間名人店的職員 或者老闆 那些 如果不是這個部署 我也覺得太高風險 整件事 只不過是剛好 那些賊是沒有反抗 挺乖 好像那些做了壞事 那些中學師 突然間來到小學生 那些押老師 立即成班 成班立即放下 全東西 立即跪下投降 喂 如果他們反抗 拿取一隻勾 是死人的 所以其實我這個 值得斟酌一下 這次的影片 先說到這裏 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